乔治我也知道您跟老博士总统其实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 可以跟我们回忆一下第一次您见到他那个印象您还记得吗 当时是他在做副总统的时候 他怎么来的呢 是他儿子带他来的 Marvin Marvin是我们的老客人 我跟Marvin很熟 他有一次给我说 我改天带我爸爸来吃饭 我说我知道他的last name叫Busch 但我没想到就是副总统的Busch 没有把他联系在一起 后来我说 我说你别告诉我你爸爸是副总统吧 他说是 说很有意思 这他第一次来 这个第一次来副总统 他来了以后他跟我讲 他说Marvin给我讲过很多次 要来这吃饭 我还在你门口见过很多次 但我不想进来 那看见门口很小 但是他说我来了一次以后 又不停地来 一直到现在 在我们的记录里面 已经超过120次了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乔治说 老布什总统已经来过120多次了 这个数字其实是 没有几家中餐馆能够达到的一个数字 可见老布什总统生前是多么的喜爱这家店 我们知道老布什总统呢 就是每每有空都会来到光顾宁的店 到后面我们知道 就因为他年事已高 所以可能腿脚有些不方便 还记得最近的两三次 他来的一些情形吗 对 最近上一次来大概是两年前了 他已经是自己不能行动不便 那个保安人员把他抬到这个楼梯上的 但再上一次也是从轮椅来 但他可以扶着我的肩膀自己走路上来 这是最近两次老总统来了 我记得您说 他平时是一个很绅士 很有风度的一位总统 对您给您留下的印象特别深 有哪些片段跟我们分享 老总统是一个非常有风采 有风度的一个人 比如说很少普通的人能做得到 比如说任何一个女性过来 你稍微一介绍 她立刻会粘起来 这种风采并不多见 老总统来的时候 最爱点哪些必备的菜式 每次来一定会点的是哪些 他去了烤鸭以外 最喜欢吃的一个叫干变牛耳汁 比如说还有羊排 椒盐大虾 还有我们自己农场种的蒜苗 都是他比较喜欢的 他也是自己用筷子吗 用得非常好 现场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一张 照片墙上面 这里的这张照片 就是老布什总统两年前 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北京饭店 这张他已经坐在轮椅上了 他的精神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他的精神非常好 还有巴巴尔 布什夫人也在 你看这一张 我觉得他非常高兴的一天 这是最后一次来我们店的 我非常心里非常不舒服 很沉重 因为就像听到任何一个老朋友 不幸的消息一样 在我个人来说 比较有一些接触 另外一点呢 老总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人 比如说 二十多年前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因为家里面是第一位老人家去世 很乱很慌乱 都不晓得怎么办 就在我最慌乱的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 老总统打电话给我 在电话里面给我聊了十五分钟 一致安慰我 就像一个普通朋友 有的时候都不会这么做 所以我说 从很多小事情 你可以看到老总统 他另外一面 还有大部分时间 他是跟家人也来吃饭 就像我刚刚今天看 有张相片 几个小baby很小的时候 你看他做一个总统 他跟家人说 你们吃你们吃 他抱着小baby倒着摇 不要叫他哭 你看到很多平常 你看不到的人性很温性的一面